他修心灵法门 他的身上的肿瘤都消掉了 然后他一个儿子很叛逆的儿子 他跟他念了两百多张的小房子 现在儿子也变得一个好人 现在也修心灵法门修得非常静静 尤其在法会师父跟他挖手回来 他更静静的 然后每个星期六星期日 就会跟我们去拍哩哩哩 然后现在 然后现在呢 他的大女儿也有修心灵法门 可是不懂是学业上的压力大 还是家里的灵性 然后造成他现在有一点忧郁症 而且他不愿意在家里 每天都要往外跑 然后在外面读书 他不要在家里不喜欢回来家 然后他又看到他家的二楼 客厅有一个男的 每次坐在他的妈妈午休的那个地方 收发上 然后他的妈妈也是很怕上二楼 请问师父 他的忧郁症是不是跟家里的灵性有关吗 他自己有灵性 家里也有灵性 听不懂啊 他妈妈身上的灵性就是坐在他妈妈休息的地方 在他妈妈身上的灵性 明白了吗 哦 哦 那个不是家里的灵性啊 不是啊 哦 那要小房子要多少张呢 如果是这个 48张 49张 那他这个大女儿的灵性呢 一样 哦 然后他他在发作的时候他就猛吃东西 拼命的吃三四个人份的东西他都可以一下子吃完 而且他的体型是瘦瘦的 这个还不懂啊 他身上是一个饿死鬼啊 身上是一个饿鬼道的鬼啊 听不懂啊 哦 哦 又不是他吃的 吃的全是鬼在吃啊 听不懂啊 鬼在吃 鬼没有身体只能借他的身体来吃东西啊 哦 然后他的弟弟 就是他的弟弟有一次梦见师父在梦中 呃 看葡萄 帮他姐姐看葡萄 他弟弟说在梦中师父说不懂是两百张或者两千张 那是呃 到底是两千张还是两百张的 千千两百张看看好不好 不好我们就两千张 听不懂啊 哦 听懂 然后他的这个大女儿有一次他 发作的时候他就要自杀 然后刚好是呃应该是呃菩萨的慈悲 让他听到师父的录音 如果是一个人自杀的话会一直重复重复 所以就他就打掉这个念头 请问师父这个呃 呃这个女孩子他的幼义症是不是很严重了 非常严重 我告诉你所以经常有时候看看师父的白话佛法 听听师父的白话佛法 我告诉你七场都会好起来的 明白了吗 明白明白 然后这位同修他现在要供菩萨 因为楼下第一楼是有供着祖先 还有供着之前还没修行法门之前所供的佛神 现在他要供中方台的观性菩萨 他又要供在二楼好还是供在一楼好 因为二楼他们就觉得有灵性 所以他们不知道菩萨要供在一楼好还是供在二楼好 供在二楼以后灵性就没了 怎么样你专门还把二楼封起来 里面养灵性啊 脑子有吗脑子有没有啊 OK 供在二楼好